大家记住赞我的Facebook 因为有很多最新的消息 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我们新频道的同事很耐力 所以有很多节目将来会有字幕的选择 会有繁体字和简体字 你喜欢看普通话的简体字 简体字可以选择 或者是繁体字都可以 欢迎大家回到杨总访问 继续来到我家做直播访问 做录影访问 今集我们都讲一个更有趣的话题 因为他自己对整个国际形势和金融和经济很有研究 他会说一些 中国面对各个国家被挑战被包围的情况 其实他很早就跟我说 传媒一直在说华为 在说什么芯片 在说什么最近中移动 中联通被美国是除牌 他说这些根本不是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 这些都是很小疑科 我听一下 他一会会解释 不过在这里我上一集忘记得介绍 因为我记得在上一次 我说阿里巴巴马云的事情 现在马云好像真的有点不险 上一次说这个马云事情播出之后 我看到有些留言说 杨总是谁 可能不是我的粉丝 杨总是 早在三年前在我的节目出现的 他自己本身就是在大陆的高材生 在美国是南加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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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读过Double商学位 接着又是Computer Science 读电脑读物理 接着自己在美国做过东西 接着回到大陆深圳的创业 自己有厂 做电子的行业 他自己经常说 为什么我经常讨问他 因为他自己是很喜欢金融 他很喜欢股票 很喜欢经济 所以他经常跟我说这些话题 所以这个就是杨总介绍 他自己对国际形势都很熟悉 他当然爱股大家都知道 是平保 他一直都20元人民币买了 持有到现在 他没有改变 下一次我有机会再访问 杨总讲一下平保 OK 欢迎你杨总 你好 刚才我介绍一下你是谁 因为上次有观众说 谁是杨总 他讲了那么多 好像很有料 OK 我介绍一下 OK 我想讲讲这个 现在的这个 我们上次讲美国 就美元的霸权 没有被挑战 没有 这个是我们不再多说 这一集我想讲 其实现在很明显 美国在各个方面围堵中国 而且你觉得呢 我们经常传媒报道的只是什么芯片科技的围堵 这是小儿科 什么意思 就是说现在媒体一般是贸易战 关税 然后科技方面的封锁 然后是对像华为这样公司的打压 对吧 对对对 集中在科技 经济方面 经济对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说比经济的这种压力 在对中国的经济上面 科技上面这个压力更大的呢 大家谈的比较少 但实际上那是更大的压力 就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压力 地缘政治 直接了当地说就是军力部署 就是军事 军事压力 军事情报 同盟 可能大家我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特别就了解这个 美国呀 美国它不是一个国家 美国是一个帝国 它是一个全球范围的一个帝国 OK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它在二战之后 它在西太平洋 东亚这个地方 它是有它一个叫同盟体系的 主要是军事同盟 军事同盟体系 这个同盟体系的特点是什么呢 叫做 纵服体系 纵服体系就是说像一个车轮子 它那个形状像一个车轮子 这个车轮子的中心点是美国 然后旁边 是它的同盟国 是一对一的同盟国 是谁呢 是菲律宾 韩国 日本 泰国 是美国和这些国家签了军事同盟的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 菲律宾抓到外国入侵了 美国是要出兵救它的 这是一对一的 这个跟北约不一样 美国的同盟体系 在欧洲部分 在西欧部分 是一个北约 它不是一个一对一的体系 它是一个网络 它是所有的北约的成员都在一起 不是美国单独和这哪一个国家签双边的同盟协议 而是说大家在一起签一个总体的叫集体安全协议 是一个网络 在冷战的时候呢 西欧是一个网络状的北约的同盟体系 而在东亚 在西太平洋呢 是一个咒服体系 像个车轮子一样的同盟体系 那么呢 自从2010年开始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围堵 从2010年就开始了 那么呢 这个我所说的咒服体系 车轮体系 车轮 车轮 车轮体系 就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 把印度变成了它的事实上的同盟 什么叫事实同盟 事实同盟意思就是说 美国跟另外一个国家变成军事同盟 它一般签四个军事协议 包括后勤 后勤协议 包括通信协议 包括地理空间协议 好像还有一个叫做互操作协议 这全都是 就简单来 简单的说就是说 准备以后一块 咱们两个人合伙来打别人的 就四个 四个条约 四个军事条约 这四个条约全部都跟印度签了 其他国家呢 比如日本的韩国 这些都有的 都是这样 就是说 就是说他们说 在历史上面 美国跟一个国家是军事同盟 还是不是军事同盟 就看这四个条约签了多少个 唯一的不同就是说 好像没有签驻军的协议 就是美国还是没有 驻军到印度 没有 对 没有权力驻军到印度 对 但是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同盟了 就是把印度拉进来了 所以呢 他的这个车轮的这个同盟体系 范围扩大了 把印度包裹进来了 然后呢 现在他们在做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 原来不是一个车轮吗 一对一吗 美国对一吗 对不对 他想把这个车轮体系 变得像北约那样的一个网络体系 所谓网络体系就是说 以四个国家为核心 就是美国 印度 澳大利亚 日本 叫Quad Quad 四国 以四国为印太地区的安全核心 这四个国家呢 除了美国和其他的三个国家签 这些军事协议之外 这四个国家 这其他三个国家相互之间还签 比如说印度和日文也签 印度和澳大利亚 会有军事合作 然后澳大利亚和日本 就是说 从车轮 慢慢的扩展成为 有点像北约那样的一个网络状结构 然后呢 他们现在大概是战略规划 美国战略规划 就是以这四个国家 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 日本为核心 然后再把周围的国家拉进来 什么国家呢 菲律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蒙古 外蒙 外蒙古 蒙古国 马来西亚也是吗 马来西亚是东盟嘛 马来西亚是东盟的海洋国家嘛 然后呢 他就 就是说 他就形成一个 以四国为核心的 以刚才说的那些国家 中国的周边国家 包括陆地周边国家 为外围的 然后再加一成北约的国家 就是英国 法国 德国 也就是说 现在英国他 伊丽萨埃航农母舰 要 要 巡航 太平洋嘛 然后法国要参加南海的巡航嘛 自由航行 以前都没出 他过去几年已经参加了 但是 但是英国好像是 听他 有人在讲 可能英国的航空母舰会部署在新加坡 这是英国唯一一艘了 唯一一艘航空母舰 然后 还有德国 德国艇航也要加入进来 加拿大也要加入进来 就是说 北约国家要加入 就是说 四国为核心 周围国家 再加上那个 这是一个大包维权 非常大的一个包维权 就是从海洋到陆地 这样一圈的 实际上 这个事情呢 大家 没有特别注意到 但是 但是我说的这个 不仅仅是美国 而是周边的这些国家 在美国 发动组织 做一个针对于中国的一种同盟的 军事同盟 或者情报同盟的 这种事情呢 其实早就发生了 早就发生了 九几年的时候 二十年 十几 二十年前了吧 当时越南 越南呢就 越南一直在南海上面 跟中国对抗嘛 因为有那个南海的 岛屿的纠纷嘛 对 然后越南当时海军不强 他们就觉得自己要买这个 潜水艇 潜艇 才有潜艇 才有潜艇 但是呢 他整个的 他后来买了 你知道买谁的潜艇呢 买这个俄罗斯的潜艇 俄罗斯卖给他 对 钱是谁出的呢 日本出的钱 然后谁来培训他们呢 因为 因为越南没有海军 不知道怎么用这些潜艇 谁去培训他们呢 他们把自己的人送到印度去培训 因为印度跟俄罗斯是长期的 军事伙伴 这是什么事啊 九几年段时间 97年98年 我说 我说这种事情不是现在的 只是大家不是很明白 然后到了现在 现在中印边境 中印边境这个纠纷嘛 就是现在有 之前有 对 16年搞了一次 最近就搞了一次 去年搞了 对 然后这一次 看起来好像只是中国跟印度 对 但实际上呢 印度背后是占了好几个国家 首先是法国给印度提供战机 好像叫阵风战机 好像 而且我听说好像是 它 它是把自己的空军的 现成的这个飞机运过来了 因为它造 赶不上时间 直接的给印度 好像是这样 然后美国给他们 大型运输机 因为中印边境 那个地方是高山嘛 印度的基础设施能力不强 它没有像中国那样 在自己呢 就很多路 它可能没有这个财力 也没有这个技术 来在那个高山上修很多路 所以它建了很多机场 然后呢 它那大型运输机呢 可以降落在机场上面 就提供后勤的 它一个运输机 好像相当于上百辆卡车的 那个运输量 美国给它提供这个 然后给它提供那个 卫星的地理图 地理图像 地理图片 就看能够看这个附近的 中印边境中方的那些 军队的 部署的那些情况 然后呢 日本帮日本投资 日本和印度签了这个投资协议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投资协议跟那个军事没关系 实际上不是 它投资哪里 投资北印度 就是投资中印边境那个地方 就是投资中印边境 背后的那些公路啊 桥梁啊 日本出现 对对对 基础设施 日本出现 还有呢 那个以色列 以色列给他们提供那个 以色列是给他们提供什么东西 是 是 是坦克还是什么 以色列 就是陆战的 陆战用的 然后俄罗斯呢 俄罗斯也还有 俄罗斯给印度提供中程导弹 俄罗斯提供中程导弹 但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所以 大家认为很好 实际上俄罗斯是非常 很狡猾 它的 不是 它也不是狡猾 它也不在那里 就是说 这是俄罗斯一贯的战略 就是说在南海 支持向越南这些国家 抗衡中国 在支持印度 这个是他几十年就这样的 这个不是普通 就是他也怕中国强大起来 是这意思吗 他给西方国家欺负的很厉害 你 对 就是说 他们在欧洲方面 就是在欧洲方面 比如像乌克兰部分 他跟西方国家是对抗的 但是他在中亚 在南亚 在南海 在西太平洋 实际上是他们合作的 那么呢 就是说整个的这一个局势 就是说如果你看地图的话 我们可以现在就看看这个地图了 对 就是说你看这个地图 就是说 我就给你发了一个图 就是上面有不同的 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颜色的 有的颜色是代表 美国的军事同盟国 就是我刚才说的 韩国 日本 泰国 菲律宾 还有一个呢 叫做传统伙伴 是蒙古 台湾 内蒙古 就是外蒙古 台湾 还有一个是新兴伙伴 就是 就是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新加坡是传统伙伴 还有印度 所以呢 就是说 其实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 这反而是最头痛的 这是最大的事情 明白 我记得你之前 最近还告诉我 现在美国在海军的部署 也是做了一些 对对对 就是说 一方面的是 我说地缘战略 就是同盟 组织同盟嘛 组织同盟 我再多说一句话 在历史上面 一个海洋国家 如果想 如果想 和一个 他如行的国家 来进行博弈的话 他们都会 做两件事情 一个事情就是 海洋封锁 就是 就是让你的 打仗的时候 让你的船出不去 说白了 就真打起来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 从日本第一岛链嘛 就你们经常说的第一岛链呢 就是从日本一直 经过台湾 菲律宾 然后现在一直延伸到 印度洋嘛 这个 现在已经 其实超 已经远远超过了 第一岛链了 已经延伸到 印度的西海岸了 甚至已经 有人说要 要延伸到 非洲的东海岸 就是说 原来是从加利福尼亚 到印度的西海岸 现在是从加利福尼亚 到非洲的东海岸 这样一个大的圈 这是一个 海洋封锁的一条线 就非常清楚 非常非常清楚的 然后呢 它就会 第一个叫海洋封锁 第二个 陆地包抄 陆地包抄呢 就是印度 然后呢 外蒙 蒙古国 外蒙 外蒙 蒙古国 现在 现在我估计 他们还在做 中亚国家的工作 也还在做 俄罗斯的工作 如果这两个工作 做完了 那整个的真是 完全包抄 就是一个 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包抄权 现在是从 现在是从海洋 然后到了陆地 到了 到了南亚 还没有到中亚 也还没有到像 中俄边境那一块 目前还没有 但是我觉得 从他们的这个布局来看 我觉得他们很屈 而且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秘密 我看的东西都是他们 他们写在纸上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有自己的南 就美国有自己的南亚战略 美国国务院发表 你说都是可以看到的 看到的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南亚战略 中亚战略 太平洋战略 印太战略 这都是公开的 这全是公开 所以呢 这个不是秘密 而且当然中国领导人也知道 这他们来说也不是秘密 那么我觉得这一些 这个方面的压力 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压力 和军事同盟的压力 对于中国领导人是远远 比贸易 比科技 要严重的多 要严重的多 对对 而且 而且在整个的 它的这一个 部署中间 日本是一个核心 这个像冷战里面是一样的 当时对苏联的时候 它是有北约吗 谁是核心 英国是核心 就是美国加上英国 这一个呢 是美国加上日本 这是美国人的 做事情的一个方式 它在每一个地区 他如果想在这个地区 干什么事情的话 他自己首先干 另外他要找一个 找一个 找一个主要的助手 在欧洲是英国 在这边是日本 然后在中东就是以色列 这很清楚的 就是说 他的做事情 怎么做逻辑 就是非常 很有部署的 就是很 而且是 不是随着几个总统的变化 而改变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特朗普 拜登和布什 这个是大家 对于中美关系 最大的误解 最大的误解 就是说 美国和印度的 关系的改善 大家都知道 是政治中国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小布什就开始了 然后呢 冷战之后 很多人就知道 下一个很有可能 是中国 对 那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的呢 真的开始 针对中国呢 克林顿就开始了 也就是说 克林顿是第一个 开始重新 部署 美国全球军力的 第一个总统 也就是说 在97年96年的时候 他第一次把部署在 大西洋的核潜艇 一艘核潜艇 调到了太平洋 这个是冷战之后 美国全球军力再部署的 第一个重大事件 克林顿开始的 然后跟印度签那几个 重要的军事协议 三个是在奥巴马的时候签的 一个还是在特朗普的时候签的 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种战略是 延续性非常的强 只不过到了特朗普呢 他的执政风格也好 或者什么呀 他喜欢输 他把这些东西全部 都说出来 大家 哦 原来是这样 其实真正了解这个事情 内部的人 并没有觉得什么奇怪 反正我是真的不喜欢 明白 但是你说这个 最近这个美国将这个海军 有一系列的改革部署 对 这个呢是 我刚才说的主要是 美国的同盟体系 他在全球的军力部署的调整 来针对中国的调整 另外呢 是他是对他自己的部队做的调整 对他自己部队的做的调整 那么呢 其中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大概去年还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 很大的事情 就是说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啊 在冷战之后 基本上都是在中欧打仗 就是说 冷战之后没有打什么大仗 美国 打了伊拉克 打了阿富汗 不是大仗 不是像二战那样的 那么不是这种大战的时候呢 一般谁真的在打仗啊 不是海军空军 是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和海军有什么分别 这不同的军种 不同的军种 海军就纯粹在海上 海军陆战队是会到路上打 他本来在海上 但是会到路上 他是这样 海军陆战队呢 是真正的能够远距离投射 真的打击敌人的一个部队 远距离投射人力 海军呢 主要是我把舰队派到什么地方去 但真正要打仗 你老是见识不行 那么你要上岸嘛 他就可以上岸 海军陆战队为什么呢 因为他具有很强的 远距离投射能力 他比陆军这方面那样强 所以呢 像伊拉克 像阿富汗 这打仗的海军陆战队 然后空军轰炸一下 海军在那也是轰炸一下 真正真的跑到地上 跟人作战的 特征部队 什么海军陆战队 冷战之后呢 海军陆战队呢 主要是配合海军 所以他们叫海军陆战队 是第二海军 对第二海军 不不是 主要配合陆军 sorry sorry 主要配合陆军 就是说 比如说伊拉克 比如说阿富汗 这些都是陆地国家 他们在这些国家打仗 就是配合陆军打仗 或者说代替陆军打仗 那么现在呢 去年 去年还是前年 海军陆战队就正式的提出一个叫做改革方案 就改变这个形式 从原来好像是第二陆军 变成什么呢 变成第二海军 第二海军呢 做什么呢 就不是在陆战上打仗了 而是说守卫一个岛屿 或者攻占一个岛屿 变成第二海军 这一个呢 就他们就明白出来 就是针对于中国的 就是针对于西太平洋的 就南海啊 西太平洋这个地方 然后呢 为了这个呢 他们准备 原来原来原来 原来海军陆战队有很多坦克 现在一辆坦克都不要 坦克是做陆战的 在陆地上打仗的 不要坦克了 要什么 两栖作战的那些东西 攻占一个岛屿啊 守一个岛屿啊 你说叫台湾呢 反舰呢 也不仅仅 岛屿 因为中国在南海 还有一些岛嘛 不仅仅是台湾 也包括台湾 还有包括 比如说中国如果攻击 日本的钓鱼岛 他们会怎么做 就是说 他原来就是从 以陆战为主 转型成为以海战为主 而且呢 他们叫做 Theatre 叫战区 设想的战区 就是西太平洋 你怎么看得出来 它是设想战区 这是它文件里面写的 它文件里面都写的 对 就是文件里面就写的 西太平洋 对 西太平洋 所以 日子不好过 可以这么说 我是这么说 就是说 他们说的叫做 印太战略呢 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 它除了这个经济方面 经济科技的层面的东西 还有很重要 有军事情报的 这个 而且这个是更重要的 一个层面 明白 然后呢 这个 不是 也不是随便说 确实在做 当然 中国也在做 因为 中国 不是说这个东西 对于中国领导人 不知道吗 中国领导人知道的 那么中国也在做 但是 中国是怎么做的呢 我就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从国内 这个信息里面 我得不到很完整的信息 比如说中国是怎么考虑 怎么应付这个 我相信他们在做 包括做了很多计划 包括有很多动作 但是具体做了什么 信息不够 我没有办法判断 对 但是 大家 但是我倒并不认为 因为这个事情就会打起来 这个我也跟大家想法不太一样 就是说 你越是觉得战争有可能爆发 反而是最安全 反而战争可能会不太容易爆发 大家不知不觉的可能是 反正更危险 对 我希望是如此 OK 那么杨总他自己也是读了很多 我再讲一次 他不是看一个报道 拍拍脑来说出来 他也是看美国 刚才说了 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的一些可以公开的资料 他在讲了这一集的访问 也是很精彩 谢谢你 好的 好